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录制的节目是 SPSS 多变量统计分析的第十一单元 那我们单元名称主要叫做变数的种类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们在探讨这个 前代变相跟外显变相 那其实就做研究的角度来讲 那变数是这样重要的一个单元 那变数像什么呢 一般初学者就学变数这个阶段来讲 会有一点模糊 那有很多困扰的地方 那每次上课呢 我都会有开玩笑的说 变数有点像是一颗种子 或是一个面包 那你到底是要 你面对要包什么样的一个馅 也就是那个变数里面的内容 等于是面包的线 所以或是问题的点 你要探讨问题的一个内容或重心 那所以在不论是社会科学 或者是自然科学 那变数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变数有连续型的啦 有间断型的啦 不同 所以有连续变数跟这个间断变数 像连续变数像比如说 股票的交易资料啦等等 或是时间的经过啦 那间接性的变数比如像年龄啊 所得啊职业别啊等等 那再来就是这个变数的另外一种面向 可能供其他变数作为一种平面 或者用缺化剂的功能 比如说A透过B然后影响C 那这三个变数当中 那这个B就是所谓的中介变数 中介变数 那再来就是跟中介变数很像的一种变数 我们称为叫做干扰变向 比如说这个A对B本来是有这个正面的影响 A对B有正面的影响 那我们举个图来讲 A对B会有正面的影响 产生正面的影响 那可是这一段这个正面影响的共性或效果 那基本上会随着这个C的考量 而变得更显著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这个C就代表一种干扰的效果 那干扰的本身来讲有两种 除了是正向干扰 又是负向干扰 也就是说本来A对B的影响的程度 会随着C的加入更加显著 那这就是所谓正向干扰 这在化水领域里面 那个叫做所谓的化气化水作用 那如果是因为C的加入 那么使得这样一个影响的过程 或程度而变得比较弱 那这样我们用我们负向的干扰 负向的干扰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介绍的 所谓的这个中介变向 中介变向 比如说这边有个C 那你透过C 然后呢 再来到影响到B 那C就是所谓的中介变向 C就是中介 一个干扰 那一个中介 然后呢 一个干扰 好 好 那很重要 那在标定我们会看到 潜在变向 潜在变向 那基本上 潜在变向来讲 就是 有 在做研究的时候 有些变数会变向 那基本上它是 没有办法被观察 没有办法直接观察 所以呢 比如说 嗯 这个人的 这个 IQ好不好 或者是说 影响的深度 或者是说 这个 气质好不好 或者是 它的竞争力好不好 那这些都是 潜在变向 所以 如果你要观察 一个 变数 它是属于潜在变向 的话 那基本上 你必须要透过 后面这个 比较多的 这个 外部 这个变向 外形的变向 来加以探讨 那一个人 会 容易 就留意 主观偏偏 所以要多几个 外在变向 观察 某一个潜在变向 好 那这样的观察法 我们称为 多元观测指标 多几个来观察它 多几个来观察它 诶 这样呢 就不容易是真了 所以这个 外形变向 外形变向 好 那 通常我们用 土圆形来代表 那这个 比较准确用 矩形 用矩形 用矩形来代表 好 所以 基本上 变数在 复习变 很多 有这个 中介变向 那 有这个 感染变向 有请在变向 有外形变向 那还有呢 比如说 A 影响B 那这个受影响 我们知道为什么 叫做 准则变向 标准的准 准则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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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A呢 就是所谓的 这个 解释变向 解释变向 好 所以呢 我们约莫呢 就做了一个 这样的介绍 好 好 把它擦掉 把它擦掉 好 把它擦掉 OK OK 好 那有了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继续来 往下看 其实非常宝贵 所以在做 SEM的时候 或者上面 我们把它解释成 slicial的时候 我们 蒙斯假定 这个 所谓的潜在 置变向 塞 潜在意变向 形成的 局限向 1塔 误差 误差项 是Delta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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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潜在质变相跟误差相 这个就是误差相 而是 本身的共变数矩阵是未知的参数矩阵外 然后模式里面假定任意两个潜在质变相和误差相的共变相 所以两两 任何两个潜在质变相和误差相的共变数矩阵 这是零矩阵 那最后呢为了确保参数估计可行 我们假设说 这个 潜在意变相一塔 对自身的结构 叙数构成的矩阵 β的对角线合一 而且是1-β的逆矩阵存在 从底下这个表来看一下 所以这些的潜在 我们看一下 这潜在的自变相 跟这些的潜在意变相 还有这些的误差相 平均值就是0 那它本身的共变数 或者是两两之间的共变力 那它对角线 对角线 对角线 矩阵是0 那它逆矩阵是存在的 好 那其中的这个i 里面这个i 基本上是所谓的这个i 所以 上述模式的简对半数 参数估计的这个 基本限制条件 在理论上来讲 如果限制越多 那估计的参数就变得 相对就越少 那模式就有可能得到 所谓的解 解 好 那我们看看底下 那在 上面这个式子当中 上面这个式子当中 看一下 那种不同颜色代表 那这i 代表单位矩阵 就是 除了对角线之外 都是0 好 那表示是一个n乘n的 单位矩阵 好 那就是 除了对角线之外 其他的 这个 地方都是0 好 那这是3乘3 那这是2乘2 所以对角线就是 好 就是一个 所以潜在变数 是无法直接衡量的变数 缺乏既有的这个测量单位 好 那么 但经由潜在变数 到外旋指标 好 我们叫做 manifest in the cactus 路径呢 我们固定是1 固定是1 固定是1 好 路径固定是1 好 那么只该潜在变向测量单位 变成 呃 该 路径变数的测量单位 好 好 那是扣掉了 那么 最能够代表潜在扣量的 好 我认为代表 也就是说 我们不是好几个是 测量观众指标 这边所谓的这个 外型观众指标 好 哦 那我们选一个最 代表性最大 可能性最大的来代表 代表 好 那么 那这个可能是 去跑 因素分析的结果 好 把因素分析的结果 找出 首属前在变向中 最大的 标准化的 因素载量的指标 好 那么 这是一种解决方式 那如果是 这样的话 同时可以解决 所谓的 尺度位置的问题 就是 scale indeterminacy indeterminacy 比如说 尺度位置 哦 scale 就代表 很良知度 indeterminacy 是所谓的 尺度位置的问题 好 这样我们想看 那一个潜在变向 至少对应会有一个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 当一个潜在变向 只有单一个 外显变数的时候 那后面这个 in the captain 指标变向 好 好 这个 只有一个 指标变向 好 这个 只有一个 指标变向 好 比如说 我们这个 例子来看 一个潜在变向 对应的 只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外显变向 是 没观察的 用 这个 具形的代表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指标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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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各位了解吗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潜在的 潜在的变向 潜在变向 好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那 再来 我们要发展一个 所谓的 这个 这个 SEM的这个 理论模式 那 基本上 它 我们知道 中文SEM是 它是在检定 一个关系 是不是成立 主要是属于 验证性的 性质的研究 那 有别以探索性 就是验证性的 验证性的 这个 性质 那再来就是 所以 这个是它的步骤 那基本上就是 要一个核心的理论 Cultural 比如说 在管理界有所谓的 TB理论 Theory of Behavings 那就是所谓的 理性行为理论 再来就是 用相关的实证 来建立这个 相关实证 建立 来发现 它的实证的证据 当作是建立 潜在质变 数五分前的 应变是因果关系的 一个 准则 基础 第三个 透过邏輯推理 前面两个 再怎么的 坚强 那邏輯推理 如果不通的话 那 基本上 也是 不行的 所以这个邏輯一定要通 那加过来 验证 或者加以修正 建立 这个 因果关系 最后就是所谓的 厂商的深度访谈 也是 建立 因果关系 很重要的一个 步骤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所以 尽量不要忽略 中央的变相 否则 会 导致 所谓的 界定误差 界定误差 好 界定误差 我们 基本上 叫做 Specification Aler 那或者 如果你 这个 SpecificationAler 系列误差 多 解释能力 相对 就会 降低 好 接下来我们下看 建立 这个SCM 因果关系 入境图 跟系列估计的 这个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 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用键号 来表示 潜在变数之间的 关系 那 直线就代表 直线代表有因果关系 那箭头来源是因 那箭头手指的是果 那么 曲线 就是曲线 双箭头代表两个 请在变数间有相关因果关系 就是 互为因果 互为因果 那这在线比较 没办法去探讨 再来就是 在社会跟 行为科学当中 通常假定受测者的一些 可以观察的行为 是由于某些 不可观察性的变相 所造成的 比如说 这是一个潜在变相 那我们假定说 一些可观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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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呢 就变成所谓的 观测指标 就是观测指标 观测指标 这些观测指标 那基本上是来 观察这个 潜在变相 观察这个潜在变相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注意的是 这些潜在变相 是称为观测指标的因 我们再看更清楚一点 免得这个 弄错了 好 有这么多 观测指标 你有这么多 观测指标 你有一个潜在变相 你有一个潜在变相 好 那就代表它 那这个等于是用因 在外界显现出来 那就是果咯 果一 果二 等等 点点点 好 这个因就是果 不要不要 倒过来 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所谓的因 因 不是 就是果 是它的因 因在这边 打叉 这是果 好 这样 各位知道了 好 继续往下看 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那 让各位同学呢 更清楚来了解 好 更清楚来了解 好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 就是 我们在探讨这个社会经济地位这个变数 我们 暂且用这个Sign 1来代表 其中有家长的交易程度啦 那就是 家长叫做职业的地位啊 职业的地位啊 X2 诶 这个叫做 衣室啦 比较高的时候 这个什么 诶 这个 律师啦 会计师啦 建筑师啦 等等 好 那这就是先前的成就 出色者 比如说 他以前的这个 学习的成就 上学期 国文的成绩啦 上学期 数学的成绩啦 所以呢 分别用 X3 X4 来代表 那智力成绩呢 比如说是 我们有经过了 卫士的智力测元成绩啦 还有比锡智力成绩啦 等等 好 再来就是 学习的动机 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 我们是 以淘湾 我们是 受测者的 这个 价值的动机的分数 跟成就的动机的分数 那学习的策略是 认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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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后设 认知策略 这两个分数 两种分数 那学习 学业的成就 是本学期 就要 学习的 古文成绩 用Y5 宿水成绩 用Y6 这样代表 这样各位同学也知道 好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 我们就讲一个变数的介绍 那SIM 我们再看一下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地方 从这个SINE1 SINE2 SINE3 到 1TA1 1TA2 1TA3 这边叫做什么 这叫做潜在的 各位 这是潜在的 潜在的变向 那这些呢 这些都是外在的 外型的 好 观测指标 好 好 再次是 所谓的单向度的 这个向量 的考量 能够确保 所谓衡量的特性 所谓的单向度 dim是一个面向 unis 是一个 单向度的问题 研究者为 某一个变数 选择的 数个指标 必须用来测量相同的 潜在的指标 比如说 你这边有 好几个 好几个 那你这边有潜在变向 潜在变向 潜在变向 那基本上呢 就是所谓的潜在变向 好 那必须要是 你选择这三个 那基本上就是要探讨 同一个 潜在变向 这样才有意义 好 我这边要提醒的是 在做综合或 找这个多种指标的时候 那对潜在变数做测量 如果一个测量指标的时候 我们假计 应该指标是 没有误差的 完全 就是完美的测量 就是完全没有误差 没有误差 因为用一个 一个测量指标来 分量的手 那是这样为什么 那今天有一个测量指标的时候 诶 完美的误差 连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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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单向度的考量 当然是 系列 我们把这个估计的参数 就把它 据系名的列出来 这样比较不会浓稠 也是做进一步 这个电脑程式 所以我们看看 那我们这边来讲 这个 潜在的这个变向 一到万 到一到三 潜在的字变向 有三个 潜在意变向 有三个 这边有 跟老 残差塞 那这个是 路径的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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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好 好 对应的这个 这个无差项 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测量模式 做一个 介绍 这边都是 基本上是什么 属于 可观察的变向 那这边也是 一样 可观察的变向 那除了 这个背后 都有 所谓的 无差项之外 我们可以 诶 这边有个 就是 Sine1 外在的观测指标 好 然后 这个也是 一塔万 潜在的变向 有时候 他导致他的发生 所以 我们用他 就可以 观测出 这个 潜在变向 他 导致 他的发生 属于 我们用他 就可以 观测出 他 OK 好 好 各位看一下 好 那 我們可以進一步把結構方程式跟測量的模式列出來 我們總共有八個參數 八個參數形成的矩陣 比如爛打形成的矩陣 這個影響到 1到2 2到4 3到6 這個爛打1 Y代表潛在的變相 再來就是 Gamma Gamma Beta 這是一個3乘3的矩陣 好 接下來就是所謂的這個 看一下 這是誤差項 誤差項 對層 下半三角 就可以了 上面可以了 對角形 各位看一下 其中M只有M個 一變相 就是潛在一變相 一塔的數目 那N是潛在自變相 潛在自變相 這個 抱歉 好 這是潛在一變相 這個 潛在自變相 這個SI的這個數目 用N來代表 好 各位看一下 那P是代表 可觀察變數Y的數目 Q代表 可觀察變數X的數目 好 看一下 好 那模式的辯認 也就是說 我們進步在看的時候 那模式本身到底是 是不是配式 經過了辯認的程序或動作 Model Identification 也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個 聯力方程式 來看 那是不是有 一個解像 或者無解 或者無限多解 那主要的參數就包括 剛剛講的 β等等 無差項等等 好 那這些是不是有解 那需要 共變數結構分析來探討 所以 共變數結構分析 那基本上就是 共變數的矩陣 來 建個未知參數 聯力方程式 建個求 未知的參數 那Lissel參數 估計的目標 是極小化的 極小化 那麼 那麼 求原始的共變數 矩陣跟再次的共變數矩陣 兩者間的差距 好 接下來我們會往下看 那這個就是 原始共變數矩陣 那基本上是有顯現的這個 變數 就是外在的 觀測變數來 組成的 好 所以這個 可以觀察的 x跟y 這個數目 構成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那這個 上面式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 那 這個變相呢 yy的 sigma 潛在一變相 觀察變數y 公變數矩陣 因為 就是 欸 就是 觀察變數y 那它 我們有pxp的 對稱方整 那麼 非對角線的部分呢 是 個別 對角線是 個別y的這個變異數 對角線部分 就是 y的這個變異數 y y y 那非對角部分 是兩兩的 公變數 那 同樣的 推論 ss 潛在一變相 觀察變數 x 那它 有q 乘q 的 對稱方整 那麼 對角線呢 是 個別x的變異數 那非對角變異數 是這個兩兩的 公變數 那 x跟y呢 就是 觀察變數x跟y的 舉證 pxq qxp 等等 好 我們來到倒數第二頁 那時間上升 一分半鐘 我們看一下 那麼 上述當中 舉證當中 有四個直舉證所構成 那基本上是有實際的觀察值 那進步可以將 顯現變數轉換成 潛在變數跟參數 舉證的組合 所以原始舉證可以用 就是以參數舉證加以表示 再次的 再次的 共變數舉證 共變數舉證 好 那 這個就是 再次的共變數舉證 我們稍微看第一個 那 觀察變數y的 這個舉證 那基本上是 浪檔y成長 單位舉證 然後 減掉被檔 有反舉證 那這邊有 Gamma Gamma的 反舉證 跟這個 無差相 那 這邊還有一個 單位舉證 這個 反舉證 這是 是不是 好 好 那 那時間關係我們剩下最後一分鐘 好 我們就來做一個 學習 做一個學習 好 看看這個部分 那麼 我們 基本上就是 縮舉證 展開 有這麼多條的方程式 二分之一 p 加q 乘以p 加q 加1 當位置參數 個數小於 二分之一 瓜伏 p加q 乘以p加q 加1 是參數 參數估計 有結 的一個必要條件 事實上 你所謂是sem 自由度 相當於是 注意喔 是方程數的數目 減去 位置參數 這個數目的長 那自由度 代估計 那基本上 二分之一 瓜伏 p加q 乘以p加q 加1 那麼這個參數 就會有結 就會有結 好 那基本上 我們這邊就 以這個單元來講 我們就做這樣一個 介紹 這個單元非常重要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單元 介紹了什麼 再回顧一下 最後 就是 變數的種類 有解釋變相 還有被解釋變相 解釋變相 也叫做 自變相 獨立變相 那被解釋變相 也叫做 音變相 準則變相 等等 那 解釋變相到 被解釋變相 會可能會有需要 透過一個中介變相 那下面一個平台的概念 或者是透過一個什麼 叫做 干擾變相 它會有加劇化學效果 或是減少化學效果 那再來就是 變相本身有不可觀察 我們用潛在 我們再舉個 比如說 競爭力 氣質 品質 等等 我們就去 把這個潛在變相 給大家 觀察出來 比如說 這人聰不聰明 沒有IQ來測 對不對 也沒有氣質 用其他關係 來測 這樣子 好 那時間關係 我們錄音 錄影 就到這邊 非常謝謝各位的收聽 祝各位學習 成就